不明的罗东运动公园旁 人来人往很难不注意 一来县长吕国华一手握拳笑得开心 身旁的马总统也竖起大拇指 但这样的看板在选举倒数时刻助力街头 却让对手抓到小便 现在已经进入选战了 剩下最后30天 那马总统所要求的青年 还有要求的行政中立 那我看不出来 吕县长是不是有遵照马总统的标准在做 日营痛批寻求连任的吕国华 拿公家的前替自己造势 县府立即出面反击 因为刚好这个时机点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合下来了 我以前好像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 对 公益广告 算是政治的东西 以前好像没有看过 以前我是不太清楚的 强调这是中央地方联手 要花3点肆意打造宜兰国民运动中心 把好消息告诉民众 只是努力辩护的话才刚说完 原本已经挂上20天的看板上 上面两个大男人隔了一天就换成小女孩 刚被骂完就换成宣传教育的小女孩 时机点太过巧合 不免让人家觉得 县府是在自打嘴巴 县长选战短兵相间 一举一动都受到注意 TVN新闻简大臣宜兰采访报道